走上坡路的人 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一 不盲目比较 陷入盲目比较带来的坏情绪里 丧失的不仅是快乐和理智 还有继续努力的动力 专注自我成长 多与过去的自己比较 看着自己一路走来的收获与进步 才会有不断向上的原动力 二 时常反思总结 时常对生活和工作进行记录 反思和总结 是把精力变成 属于自己的经验的过程 从德诗中分析原因 总结自己的不足并及时修正 才能促使自己在日后 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 定期复盘 日积月累 方能后积薄发 三 懂得接纳不同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 也不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 才构成了生活的绚烂多姿 尊重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也允许自己与别人不同 欣赏他人 换位思考 心胸才会更宽广 四 拥抱不完美 生活总是有苦有甜 人生总是有悲有喜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与世 最好的不是完美无暇的自己 而是不断努力克服弱点的自己 学会欣赏并接纳自己 充满自信的笃定前行 是真正爱自己的表现 五 不自我设限 人生顺意的时候 不将自己困于舒适区 积极寻求拓展和进步 才能让自己持续走上坡路 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 不轻言放弃 不畏手畏脚 才能在命运转机来临时抓住他 请相信 你的潜力超乎你的想象 六 保持心胸开阔 你是否会因为一次失忆 郁郁寡欢一整天 甚至更久 生活充满变化 不如一有时也是宝贵的人生经历 做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 才能汲取更大的能量 才能有底气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